大家好,早安,PASTA 話說,最近很多朋友說想學寫Drum & Bass 難得我又很久沒有拍影片 今集就說一下Drum & Bass 還有最近有留意開過Youtube和Instagram 都看到比較多Drum & Bass的Remix作品 有興趣可以按一下 首先一開場就會說一下Drum & Bass這兩項 Drum & Bass這兩項 Drum & Bass不知不離不開 最重要是Drum & Bass 先說一下Drums怎樣寫 Drums呢,我們會有一個Kick 還有Snare 大致上的擺位就是 我用一個Bar 例如我用這個示範 這個Bar 一格,兩格,三格,四格 一二三四 Kick就會放在1和3這個位置 Snare就會放在2和4這個位置 但是呢 如果有平常聽過Drum & Bass的人 就會知道 Drum & Bass的節拍就是 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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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後面獨得的兩下會比較快 所以這一下Kick 要放近Snare 比較快一點 就變成這樣 接著就是 兩個密集式的Hi-Hat 有一個Closed Head 就會放在這個位置 另外一個叫做Scratch Head Scratch Open Hi-Hat 就會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Reverse出來的位置 怎麼做呢 就會有這個東西 大家就是 調校的時候 調校到這個位置 適合拍子位 大家只要聽一下這個 先聽一下這個 沒有聲音 我把這兩段拍起來 大家會知道分別在哪 那麼 通常這個位置呢 就會加在一些 一些 主要帶動的Energy的位置 主要 帶動的Energy的位置 對 或者想 我的Powerful 就更加Goofy 一些 就會放在這些位置 好 Drum的架構 大致上這樣 接著就是Bass 我剛才就自己寫了Melody 現在就 這個就是Melody 接著 另一樣東西就是Goofy Bass Goofy Bass 就是 一個這樣 Pattern 的物體 大家可以聽一下 就是這樣 兩段聽起來 就會是 就會是 這一個 是 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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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上去 接著就是Sub Bass Sub Bass 就是把你承受的 聽起來會順異一點的東西 這首歌又有高中低音 我們有高音 我拍Pattern 1這個 然後中頻 最後低頻就是這個 Subbase 我們有高中低 Drums 接著會加Fx Fx就是這些 這些 這些 讓人知道你的歌曲的 範圍 哪些位置要有Energy 上去的地方 就是靠這些Fx去做 接著就寫了一個 Build up 就是這裡 我們用Drums和Fx去做 這個Build up 加了一個 加了一個 先放一遍 先放一遍 眼睛啊 請捏怕 CAN 按摩 DROP Drop就是可以根據你Drummerbase的架構 剛才講過的一二三四 然後加上不同的Kick的位置 例如可以是這樣 跟著剛才講的兩輛Hi-Hat 可以轉其聲音 不過我就純粹示範 所以就用完先的兩輛 這個位置空了就是做一個BREAK DOWN 或者你會轉另一隻聲音 因為一般寫EDM 除了對自己的聲音之外 也有可能是給我打碟的人用 通常寫EDM都會打碟用 寫的架構一定會留一些BREAK DOWN 可能是給別人CUT歌轉歌 或者是留空間給別人休息 這些BREAK DOWN是有的 另外就是剛剛講過的BREAK DOWN BREAK DOWN 原本就是BREAK DOWN 然後就是BREAK DOWN DROP的BREAK DOWN 然後就是原本的BREAK DOWN 前半部分BREAK DOWN 我要把主題放進去 BREAK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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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X 會照顧下去 接著就是Focal 大部分BREAK ADAM 一段Focal 好 CALSIXG 但是 你的聚光音量會再加上去 大部分BREAK DOWN 像朋友在頭上 不必要帶動 的 這個focal加的位置就會在snare 大致上就是這幾樣東西 drop的位置 後面的部分可以怎樣寫呢? 例如是cut中間這一半 接下一個drop,轉另一隻鼓的聲音 或者寫一段新的solo給他 後面我就不寫出來 大致上架構就是這樣 Drum & Bass的架構 首先就是drums, earp, open head, earp, drums, earp 接下就是bass line, melody,高中低的 melody focal 和 build up focal focal會帶主題 別人聽到你的focal會帶他猜到什麼歌 所以這個focal其實都比較重要 所以有些人會寫自己錄 或者上網找些sample 符合你的topic Drop Drop就是你整首歌最主要大的主題 以及整首歌的靈魂的位置 所以這部分是比較重要的 大致上是這樣 Drum & Bass 有些什麼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留言 或者有些什麼講錯可以大家再說一下 Mixing 的部分好像我還沒說 即是Drum & Bass是Mixing 有機會下一集再說一下 Mixing是如何Drum & Bass 是這麼多 有機會再說 拜拜